腾腾的白飯 淋上一匙香噴噴的滷肉 泛著油光的滷肉飯 在肚子餓的時候 吃上一口令人回味無窮 它的飯粒也粒粒明顯 然後它的滷肉也非常好吃 還有一點點的甜味 吃了之後都不會膩 庶民小吃滷肉飯 在北部連連漲價 不過彰化這家業者 卻維持25塊錢價格不變 老闆原本經營小吃攤 生意有起色之後 擴大變成餐廳 不過老主顧最愛吃的 還是他們的滷肉飯 老闆甚至還可以賣一整桶滷肉 讓顧客回家拌飯 如果像店內再用 大概三四十碗沒問題 那一碗大概十塊錢不到 其實差不多 要看你淋的量 另外這家控肉飯業者 除了做店內客人生意 現在他們還推出 控肉宅配的服務 滷上三個鐘頭的控肉 宅配到家配上白飯 味道依然新鮮可口 油脂的這部分 就是吃起來 就是你會覺得非常清爽 而且就是很入口 然後滷的味道非常香 先幫你用真空的打包之後 然後再幫你寄過去 對… 所以每天都大概要滷多久 一般滷大概兩三個小時 經濟不景氣 說明小吃更要懂得 抓住顧客的荷包 即使只是一碗二三十塊錢的 滷肉飯 也能看出業者經營的巧思 近什麼回彰化報導 就算了 就算了 了